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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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成一滩明淇淋 然后晒干蒸发掉 所以保护自己 从不把自己暴露在室外开始 俗话说的好 女人不防晒 肯定老得快 你买或者不买 夏天都在那里 你用或者不用 阳光都在那里 你信或者不信 我们的产品品质就在那里 拥有一个晒不黑的人生 必定闪耀夺墨 还你一个阳光人生 无惧骄阳尽情晒 来自于我的微信朋友圈 感觉现在微伤 都是哲义的段子手 以后微信要多加点微伤啊 既能看段子又能美白 觉得自己有点黑嘛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啊 就觉得黑的人吧 穿淑女点衣服呢 就像从城乡结合部里 走出来了 黑的人吧 穿时尚点衣服吧 就像个神经病 黑的人穿的可爱风吧 就像个智障 黑的人不穿衣服吧 就像个路边乞丐 我妈经常跟我说 闺女你快笑一下 我又找不到你了 你说我咋那么黑 我告诉你 我没你那么肤浅 我只是严重了 体重重的不行 还要严重吗 跟你说 我专门在某宝 跳了一个鹅蛋形的鞋靶子 我这样就不怕别人说 我鞋靶子脸了 没事 虽然 虽然脸型这样 但是我有强大的PS 之前 看到一个妹子说了一句 特别理直气壮的话 我如果和自拍照长得一样 那我还批图做什么 好像身边长得再好看的妹子 照完照片也要批一下的 不过不得不说 美颜软件的发明 已经成了当代男女 正常发展的最大障碍 最近网红走地毯的 红地毯的新闻嘛 小伙伴们评论惊呼 原来他们也好录人呐 我看那个找自信去了 如何简洁的表达 我也是个普通人 三个字 吴亦凡 吴亦凡 吴亦凡都长成那样 还在微信里面 努力的聊美 甜言蜜语 我深刻的感受到 什么叫做 天赋条件比你好的人 比你还努力 之前嘛 胖虎跟一个女生表白 然后女生拒绝他了嘛 说 我觉得我们没有 共同语言 然后胖虎就说 那要不你去学一个C++ 这是聊天吧 把自己往死的逼啊 我这边最会聊妹子 还是我的朋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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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A N 尼老师 他有的给人家说 你不想来我们家 蹭蹭我妈做的东西吗 啊 你妈做了什么呀 我 今天早上还跟李小妹聊嘛 说吴亦凡跟粉丝约炮被扒皮了 李小妹就跟打了鸡血似的跟我说 啊 他是怎么做到的 当自己还在苦苦的寻觅真爱粉的时候 你看看别人都已经有了性爱粉了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别过来啊 所以说这个男人啪啪完之后就会呼呼大睡的毛病啊 真得改改 不然没准就会被拍照 但是你只有呼呼大睡 没有前面啪啪啪是吧 为了火嘛 小黑也约炮女粉丝了 完事之后倒头就睡 心想姑娘你拍照吧 你发微博吧 你曝光我吧 结果一觉醒来 哎哎哎哎 姑娘呢 啊啊啊 我手机呢 有有有 我钱包呢 哎哎妈我衣服呢 正确的网红彩粉第一步 就不说那个曹子头了啊 我们换文雅点 彩粉 啊以后不能直视彩彩的粉丝了吗 正确网红彩粉第一步 见面后先把手机没收 进来之后再还给对方 我不是在彩粉 我是在 肉度众生 这一天的事嘛 先是L姓的小鲜肉吸毒 又是吴亦凡彩粉 昨天呢 美美呢 又跟斗森在一起了 其实这是一个阴谋 事情的真相呢 应该是吴亦凡 跟L姓的小鲜肉 他俩是好朋友 不惜的牺牲自己的形象 去捏造了一个彩粉的事 希望可以把L吸毒的事盖过去 你看现在谁还记得是吧 而 泰哥呢 一直仰慕着 吴亦凡的音乐才华 是吴亦凡的歌迷 而斗森呢 一直崇拜着吴亦凡的演技 是吴亦凡的影迷 俩人呢 又听说自己的爱豆出事了 于是相约呢 去海边摆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托人爆料给媒体 希望以此概果 来帮助吴亦凡的事情 再咋 不要怪斗森 毕竟谁不想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呢 人家现在已经有歌了 想不想听 他的歌是 妹妹你打蛋你往前走 哦呀 往前走 我回丫头 捧天打路 九千九百九十九雅 全是斗森的前女友 激情夜 干柴烈祸 斗森温柔的叫着 妹妹 妹妹 我娶你大爷 妹妹是你叫的吗 李雷破窗而入 大怒道 他们俩不合适 因为据说 他们合在一起 就是倒霉 说起来吧 这事还挺尴尬的 今天用手机拍街景 以为拍到了范冰冰 后来才发现 开的是前置摄像头 听说啊 夫妻像就是 两个人在一起 久了 就会变得很像 这令我很害怕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和一个长得像 范冰冰的老公 生活在一起 你的眼里 有我 不然 怎么那么好看 鼻孔大 鼻孔大的人 一派浮衍 人生当中呢 有很多词可以形容啊 有两个字呢 可以为你开启许多的门 这两个字呢 分别就是 推和拉 说是这个语言学课上嘛 老实说啊 世界上有许多的语言 也许有双重否定 表示肯定的现象 但是绝对没有双重肯定 表示否定的现象 这个时候啊 从教室的角落 传来了小明的声音 是啊 呵呵 随着社会的发展啊 很多语言的文字 都失去了原本的意思 比如说你开心就好 意思是 关我皮声 你猜的意思是 关你皮声 那么呵呵的意思就是 关你皮声 加关我皮声 还有傻叉的意思 自从啊 出现了傻bill这个词之后 你会发现啊 傻瓜 笨蛋 呆子这些词 就被提拔成了情话系列 段子来了 情话系列继续盖它 我们来交换礼物好不好 好呀 嗯好 现在开始 我是你的 你是我的 你好 嗯第一次见面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会做饭 会洗衣服 会收拾屋子 你会这些有啥用啊 以后再一起 你根本没机会做这些 说这个天龙八部里面的段王爷 为什么聊妹聊得那么厉害 因为他是王爷 是高富帅 不 你以为大理段式的一样 只能打架吗 今天我问一哥们 平时你靠什么撩妹啊 这哥们说啊 就我这身材 这颜值 这收入 靠的就是下药 我在办公室滚床单 被上司发现了 他对我说 刚刚你对我下的药 穷人追求一个人的是为了钱 富人追求一个人的是为了人生 而那些不穷不富的人追求一个人 八成就是想睡你啊 妈 你追一个女的 从要手机号到同居只用两天 谁比你更屌 你这算什么 喂朋友啊 追他老婆到抱上儿子 只花了六个月时间 父亲节快乐啊 以前总是认为嘛 富不过三代的意思是 富到第三代肯定不会再富了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那真正的意思是说啊 富到第三代你的儿子 就已经不是你亲生的了 干总 二年前跟他女朋友野战 忘了带套套 情急之下 捡了一个用过的套套 翻过来用 现在每当他儿子 问他是从哪来的 干总只能默默点上一支烟 深深的看着他儿子 说 孩子 你真的是垃圾队里捡的 美女 我孩子们都说你真漂亮 想你做他们妈妈 你孩子呢 如果你愿意 十个月之后 我就会安排你们见面 请问五个月你能接受不 一朋友之前跟我说嘛 他从小到大啊 就看见过他妈两次跟别人 那个 我说哪两次啊 他说一次呢 就是他晚上睡觉嘛 动静大把他吵醒了 一次呢 就是逃给回家撞见了 问题是 关键这两次啊 都不是他爸 我说那也未必不是你爸呀 女神对屌丝说 嗯 我做你女朋友吧 啊 真的吗 嗯 嗯 那个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高富帅追你吗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啦 可是你喜欢我什么呢 我不帅又没钱 你不是喜欢孩子吗 很老的一个段子啊 说一个女神呢 追求者特别多 每天都有好多的情书 电话短信 他都蜿蜒拒绝 晚上 他躺在床上沉思 摸着自己的肚子说 孩子 你想姓啥 妈 妈听你的 我们结婚吧 我怀孕了 先把孩子打掉 我们再结婚 不 先结婚 那先等孩子生了 去医院做个亲子鉴定 再结婚 那我还是先把孩子打了吧 打过胎的我不要 昨天我碰到一个一年多不见的王姓哥们嘛 看他脸色惨白 我说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 他说 贫血呀 最近啊 这个亲子鉴定做多了呀 我们公司还有个奇葩男同事 他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 他乐得合不拢嘴 疯人变垮 我儿子幸亏不像我 长得可好看啊 哪里不对 说是一个亚洲医生来到非洲某部落工作 一天啊 酋长找到他特别愤怒的说 哎 为什么我小老婆生的孩子是黄皮肤的 医生一听还特别慌张嘛 准备解释 于是指着外面的羊说 看见没 所有的羊都是白色的 而这只羊呢 是黑色的 这医生的话没说完 酋长呢 已经用枪顶住了医生的脑袋 然后说 你 你只要不把这件事说出去 我跟我老婆就不会再追究了 我不要脸 我也不要脸 我们都不要脸 你们真挑食 诗人族的酋长责骂道 好人有好报 坏人在约炮 你在减肥皂 说是一只母鸡下了个巨蛋 新闻记者来采访嘛 母鸡羞子不语 只好采访公鸡嘛 公鸡挽起袖子说 这件事我目前不想发表评论 等夜晚那只鸵鸟 抓住再说 双双跟老王相亲相爱 婚后喜得一字 孩子出生之后呢 老王满心欢喜的抱过来 一看竟是黑皮肤大怒 一巴掌呼在双双脸上 说 老子 老子说的是要开着灯吧 你非要关着 这道可好 黑了吧 一天呢 小明高高兴兴的回家 然后说 妈妈妈妈 我今天在外面吃面赚大了 妈妈说 为什么呀 那因为 我拿了十块钱 吃了晚八块钱的面 老板竟然给我了九十二块钱 妈妈说 你哈哈啥呀 哈哈 你吃的是王纪面馆吧 以后没钱就去那吃面吧 但是不许骂他傻茶 新爹是吗 关于这个 喜当爹的事 也是可以过父亲节的 对不对 这个周末是父亲节 来看大家怎么说吧 这个网民有点坑的 说 小时候家里穷 洗不起澡 只能趴在地板上 看邻居阿姨洗澡 哎命苦 家里穷没房没车 娶不起老婆 只能睡别人家的老婆 哎命苦 家里穷养不起孩子 只能让隔壁老王帮我养 哎命苦 飞翼若 今天早上呢 看到最壮烈 最悲惨的一条朋友圈 十年前跟他分手 五年前各自成家 三年前我儿子来到人世间 半年前他来找我 说他老公不孕不育 想找我借种 努力了几个月 上周查出我也不孕不育 关不掉明月光的说 我老婆虽然早产 却生了个白白胖胖大小子 他单位同事都来道喜 连王局长都来了 对儿子赞不绝口 众人散了之后 老婆神秘的跟我说 哎老公 曾经有位大师 帮我算过命 第一胎 如果任一个王姓的 做干爹 此后全家将大富大贵 我说那这人选呢 你傻呀 你看我们王局 今天来多喜欢的儿子 再说了 现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 空缺不响 我觉得老婆考虑真周到 想想跟老婆认识 也是半年前 王局长介绍的 这都是缘分啊 我看这门亲戚 我认定了 高景的说 每个月呢 都会和一个 在一起工作三年的哥们吃饭 每次呢 都是我跟他AA制 他老婆孩子都会一起去 他孩子一岁不到 有同事就说 我是不是傻呀 他们一家三口 你一个人 怎么跟他AA制啊 我笑而不语 其中想说 我不是傻 我只是每个月 想看我儿子 我有错吗 那你单独把 儿子他妈约出来 不行吗 山盟海誓一会 分开说 老婆怀孕了 一天晚饭之后呢 她一直打嗝 我想吓她一下 治好她打嗝 于是我板着脸问她 孩子是谁的 老婆看着我 问我什么意思 我说别瞒了 我都知道了 我看你QQ了 那个人谁 过一会儿 老婆居然哭着 跟我坦白了 孩子还真不是我的 然后她 她一边打嗝 一边坦白的 所以你的昵称 就叫山盟海誓 一会儿分开了吗 小时炫脉啪啪啪 说昨天跟朋友出差 她女朋友突然生病 陪她去医院检查 怀孕两个月了 朋友才认识她一个月 这要告诉她 要不要跟朋友说 谁知道今天早上 她女朋友打电话来 跟我说 如果你告诉她 我就说这孩子是你的 这招很难啊 要说今天的女生 给我打电话 说我要去找你 我奇怪问怎么了 昨天你从电话里 吻了我一下是不 我说啊 你是不是怀孕了 她说 嗯 这你都知道 直交子说 我老婆特别迷恋西游戟 相信世界上有女儿国 天天跟我讲 女儿国的水有多神气 一喝就能怀孕 有一天我出差回来 她说她怀孕了 我说出差这么久 怎么可能 她说 那天我渴了 我说你是不是喝了 女儿国的水 她说 不是的那天我口渴了 去隔壁老王家 要了一杯水喝 一个专属说 今天一朋友问我借钱 说女朋友打胎 我摸着口袋 心里想 不借吧 又是我小气 借吧又舍不得 那毕竟是我的亲生骨肉啊 这个白叔 我跟我老婆都是中国人 老婆就喜欢金发碧眼的小孩 后来老婆怀上了 老婆对我说什么 胎教很重要 能影响孩子一生 于是怀孕期间 天天看欧美电影电视剧 终于在八个月之后生了儿子 看着儿子金发碧眼的样子 我终于相信老婆的话了 胎教 嗯 真的很重要 有的时候 我有一哥们 有一天聊天的时候 他不经意说 他亲节比他大六个月 起初没注意 后来 想了半天 哪里不对 谁能想到 父辈当年送的彩礼 竟是黑白电视 你依然收听到 我继续录的这节目呢 是段子来了 我是彩彩 刚刚我们小区停电停水 外面电梯都断掉了 然后我节目录到一半也没了 我只保存了一半 然后后面又重新 好吧 西安这个地方 西安你知道吗 最近啊 流传一个传说嘛 说有一个妹子 在上厕所的时候睡着了 每每有人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都会默默凑过去 还真不是我爱凑热闹 我只是想知道 那天自己睡着之后 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说很多人喜欢说 自己被社会磨平了棱角呢 可能工作之后确实容易胖吧 这人啊 嘴不能太刁啊 说嘴刁的人其实不幸福 你想想啊 没有办法每一顿饭 都吃到自己满意的 要么将就 要么饿 昨天我吃饭的时候嘛 听这个临桌的学生聊天 话里充满了 我当时就只能小S冷漠 我整个人都黑人问号了 我立马一个Rkonsor阻止 我TM当正甩他一脸 学有诗诗 感觉这是语音版的表情包啊 来一个彩彩的懵逼吧 一脸懵逼 这个体位不文明 冰呢 说最近看上一妹子 磨磨蹭蹭上去表白 女神很快就答应了 立马追着爱河 幸福一塌糊涂 兄弟知道问我一加一等于多少 我说等于三啊 他说恋爱的人智商就是低啊 我说你猜低呢 一加一就是等于三啊 还有个小宝贝是吧 说到这个题目嘛 最近比较火的在网上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啊 一个幼儿园 还是小学的一个 入学测试题嘛 几朵花加起来 一个什么方程式 但是 反正坑的在里面啊 如果你看到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答出来啊 这个图片没办法用语言描述 突然有时候觉得语言也是匮乏的 尤其是数学有关的 你让我描述啊 不肯描述 若风若听了那节目之后 不久就有了女票 从段子来学习到我的段子 然后追到现在女票 感谢财财 不客气哈 就是有女票之后 不要忘了我就好了 更多追妹子啊 这个我的朋友 POA女艺学院 那个女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约会大师哈 他那个左下角菜单栏 有一个自学的一个教程嘛 推荐大家都看看啊 我随你天荒说 不要以为一个妹子 有很多人追很牛 一个脏了足球 还有22个人追 他们的目的只是射门 就是没有科比的足球 有什么好看的 疯子不是疯子说 犯后欧洲杯吗 土耳其对阵 克罗地亚 我在客厅看比赛 媳妇说 把碗洗了吧 我说莫德里气 媳妇说别逼一赶紧 我说莫德里气 真的莫德里气 这时候媳妇踹了我一脚 说莫德里气 莫德里气 好那么大三 赶紧洗碗 看到电脑刚刚弹出的新闻啊 就是零点刚过不久嘛 西安南郊的一个发电厂 爆炸了 着火了 那个声音挺大的 我戴着耳机没听清 但是我把它给吵醒了 听到哭了吧 我说我们家 很少停电 今天突然停电了 继续啊 跟大家留言了 周强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自己居然变成了一只羊 还被灰太狼抓住了 他还把我放在锅里煮 我感觉越来越热 在那喊完了完了 就被吓醒了 身上全是汗 翻身一看 电热毯居然开在最高档上 难怪那么热 下回睡觉前一定不能看动画片了 那是下回睡觉前 不能开电视就躺了吧 我昨天晚上也是做梦 某年跟一帅哥约会 手牵手 哎呀 你读不着 醒来一看 我的手捏着迷你踩的脚丫子 听你说刚做了个梦 皮卡就跟小芝被坏人杀害了 给我急的呀 吓就吓醒了 醒了之后觉得 关我什么事啊 我还是接着睡的 你看你的心得操的有多大呀 周强说看了那么多动画片 我终于听懂了 巴里巴里变什么意思 就是巴尼巴尼踩扁 这你自己想了吧 跟我都学会了一本 正经胡说八道啊 美牙说我只是个平凡的女子 但是我有不平凡的坚持啊 坚持靠自己双手挣钱 不为别的 就是能让别人刮目相看 只是为了带孩子出门 可以买的其他喜欢的玩具 而不是宝贝说 妈妈我喜欢这个大挖掘机的时候 默默掂量自己的钱包 第一次体会到母爱的寓意 只为给孩子更好的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 什么好的都恨不得买回来 前段这也是在商场看到一个小车嘛 小孩坐上去那种特别炫酷拉风的 然后咪尼踩坐上去就是不下来啊 那个售后员好像就是特别希望我买嘛 我一看价钱九千块啊 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那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遗憾 要不是我一个人能扛得回去的话 我一定买 这那么大我怎么扛 她说宝贝咱女孩子咱不买啊 隔壁哪家男孩子买了 咱蹭她车坐啊 女孩子嘛 女孩子怎么了 女孩子还是要自立自强的啊 AVC说我们小学进行了跳蚤市场 当时我一看 哎 跳蚕市场啊 我们因为太热 把卖的西瓜给吃了 然后有一个顾客走过来说 哟 你们还卖西瓜皮啊 雨天说 有人会说 你口才这么好 怎么不做销售啊 你口才这么好 怎么不报政法学院啊 我会说因为我高考才二百多分嘛 这位家伍是个穷小子说 我昨天突然抱出一个想法 现在特别想知道 我以后是不是有钱人 如果以后是有钱人 那我现在就不用那么努力上班了 毕竟现在不努力以后 还是有钱人 你们不要笑话他 我跟你说 搞不好他们村拆迁呢 对不对 今天看新闻 说是深圳买 应该是吧 不管哪吧 反正有一个地方 回签房嘛 有一户吧 赔了66套房 结果租不出去啊 恶魔在左 天使在右说 今天猜猜说 岁月不只是把杀猪刀 还是一堆猪丝料 然后就把这条说说 发QQ上面了 你知道我收到什么回复了吗 朋友说猪丝料 把猪养肥了 所以才用得上杀猪刀 我就无言一对 芝麻说 屈原嘛 投江人们往江里扔粽子 主要是因为啊 粽子呢 能粘住鱼的嘴 粘住嘴之后 才不会去吃屈原的尸体 原来是这样啊 就是说到粽子嘛 说从某宝上面的成交量看啊 咸粽的成交量 是甜粽的2.7到2.8倍 问这个结果怎么看啊 我在想 为什么咸粽比甜粽卖的多 因为甜粽我自己会包啊 咸粽我不会包啊 可能是这样吧 甜粽自己在家包的人多嘛 你爸做的感叹号说 在在我突然发现啊 平常喜欢吃咸味的北方人 吃粽子呢要吃甜味的 相反平时口味是甜味的南方人 吃粽子要吃咸的 不知道为啥 这是因为过节了 要换个口味 对吧 李冰听说 我们南方人字眼里面 没有主食这一说 反正我没有听到过 所以我当时也犯嘀咕 粽子当主食这个 不过我们吃那个炒年糕呢 因为我的那个籍罐是南方人 所以我们家有很多这个南方的习惯哈 特别喜欢吃成年糕 哎呀说 去员说 呸 我跳我的 我让你们纪念我了吗 过了节还说我是虚构的故事 冒险者说 才在作弊的停考三年 帮忙作弊的判七年 今年说是高考史上最严的嘛 查作弊 看新闻说一个小姑娘啊 那个中午睡觉戴手表 忘了 平时也戴习惯手表了 进考场了 哎进考场 这个安检没发现啊 结果坐到那之后呢 主动把手表上交给健康老师 结果 被判这颗无效 你说惨不惨 还有个女生 考了三年高考了 都没考上 然后今年再考 然后她近视们戴眼镜 语文的时候啊 老师怀疑她那个眼镜有问题 拿去检查 她说她就没看清 影响考试嘛 太平洋里的水说 文课班很喜欢文史的 臭不臭 小棋只说 做一期中考段子吧 冲上云霄说 再过两个星期 我们小学生考试 做一期小学生考试的段子吧 还有夏天吸血鬼说 马上四季考试了 咱能不跟考试较劲吗 你知道吗 那个考试 考试我想起来都开心不起来 段子来了 大姨妈说 管账的应该叫前夫 嗯很棒 蔡小菜说 小雀矮呢 就是微小而确实的矮子 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长得身高 小雀穷的是 一个虽然不是很穷 但是确确实实 买不起自己喜欢东西的材 还有小雀乳跟小雀屌 我不是小雀乳 阿虎说 再带你 天天说烧烤鹿串 嗨的我天天吃脸上长痘痘了 上期不是才说了吗 长痘痘跟体内激素有关 可是一吃这些烧烤什么 体内激素就增加了呀 不过 这些 说着要吞口水了 这些还是要少吃啊 毕竟呢 贵 满满糊糊三个娃说 问你一个问题 吃什么东西 小孩子挺容易接受 大人觉得恶心 什么东西 小孩大人都挺喜欢的 什么东西 小孩觉得恶心 大人挺喜欢的 答案你有吗 答案我不确定啊 刚只想到一个 奶奶 米塞亚说 猜猜我 大西安的温度 实在感人呢 晚上坐在图书馆学习 等到闭馆的时候 不敢走 只恨当初 为什么要穿个白色裤子 哎 屁股湿了一大片 别人还以为尿湿了 只能等大家都走完了 才悄悄一个人在宿舍啊 就是我一般这种情况啊 看把裤子弄湿了嘛 我就坐那 用体温再把它烘干 心无所持 随遇说 一年多没听你节目了 说好的等我的 没想到你生娃了 说好不离不弃的 算了 既然做不了夫妻 做你女婿 谁等谁啊 你说我遇到这么大事 我都坚持更节目 你呢 你遇到什么大事 比我还大的事 你不听节目了 你 再说了 夫妻怎么了 有娃怎么做不成夫妻了啊 真是的 都随你性了 你还要求那么多 我不要洗当地 前面说 五十年后 儿子扶我起来 我还能录 还能听彩彩的 到时候建个养老院 欢迎来到 段子来了养老院 还有这朋友 昵称乱马 赶快改个名字吧 他说自从入夏以来呢 就觉得 独得太阳恩宠 我告诉太阳 一定要雨露均沾 可是太阳P&N 不听我的 就晒我晒我 下雨的朋友挺多 真底真底说 被下雨声吵醒 听你的节目 MLC也是被雨声吵醒 就感觉真的是 汗烙不均啊 最近看新闻 说山东大汗 陈兔说 我们家农村的 我初中舅舅结婚 要八晚 现在我大学 快毕业了 有点担心 现在里金 还有人愿意娶我妈 不用担心啊 现在农村 真的是男多女少 今天来看新闻 是有个光棍村嘛 村里四五十岁的 好多光棍 莫说 彩彩 你天天带我们熬夜啊 你自愿的啊 你可以一起来 听节目的呀 再说了 要不我带你熬粥 你来不 瑶瑶说 你要对我负责 曾听了你的段子 我听什么都觉得 有更深一层意思了 深海不好啊 深海雪鱼 深海龙虾 深海 深海吃的都很贵的 这位昵称叫一个 持久的用户 说猜猜念一下 我的ID就好了 看在你昵称的份上 念一下 你知道吗 今天后半段 所有朋友都张光的 我对你们的名字 印象可深了 我毕竟录了两遍 这位叫这位大师 说的朋友说 彩彩 可是我完全听不懂 不过还是谢谢 你的A位 不安慰 彩彩小妹 说彩彩 你知道我为什么 那么快关注到 你的动态 没错 我就是关注你了 而且还有订阅 还有彩彩的号 还有段子来了的号 凯麦也说 彩彩数不一二三 晚安的时候 我也说了晚安 室友给我投来了 懵的眼神 最美的时光说 听了那么久 段子来了 还没有打赏过 接着欧洲杯期间 把钱彩彩都补回来 那些过去岁月 每次难过的时候 段子来陪伴 心情也不那么糟糕了呢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小伙伴们 其实 说真的 我内心没有特别 看重打赏 包括一些活动 我觉得 挺浪费大家时间的 可能我自己时间 比较紧张吧 我觉得 如果你能肯花时间 听我的节目 支持我 给我留言 给我点赞 看我微信上面的文章 这就是对我 最好的支持了 在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猜猜不红 天理不容说 三年了 第三次评论 听了你的声音 再听别的主播 都听不出味道呀 不管没有广告 我都永远支持你的 也谢谢 谢谢以下的朋友 对我节目的支持 来自于赵燕同学 对我打赏的 整理部分 头皮 去无踪 头血更出众 对他 昵称的这么逗嘛 一同是我 我没好学习 这两个字怎么念 云当大侠 一包用不完的手指 寻到青牛 浪迹江南 大雄 激情私射 风月飘絮 朝南第一老诗人 后色 乌克奈何 奔波尔奔 霸波尔奔 九爷 光头墙 锦绣之州 正好也存在 24K流氓 一 陈峰 红夜 汪天涯 当冬夜 见暖 小齐 风月飘絮 说过了 别人眼里的怪物 鬼机八扯 天子一号 MarsTD 鬼子 黑白色气球 一寒爸爸 断爱来了 我才来 还有 雪丹 小齐 节操之王 李海 谢谢你们 积母还要上期 很多没有问 这个背景音乐啊 现在在微信订阅号 这个文字版当中 有贴出来 今天的背景音乐呢 第一首是 我的男神 秦琉扬阳 推荐的 上期的沙发 ELAIB 小眼睛洋洋 玩事不恭 谢谢你们 爸爸爸爸 不要忘了哈 后天呢 是父亲节周日 最后念人名了 在我的这个 鼠羊当中 大家可以睡了 谢谢你们 原创 或者提供段子 等等 君白娘娘 木然 有酒有就有 老段的手 女儿力争跟妈走 何耀文 子不语 尹教授 小吴哥哥 我是隔壁老王 杰克波比 河南有好人 业余交付 哪郎不计 这封少年流行有 话题 马哥记 北方冰浪西施 蓝西 柳三遍 酒瓣陆飞 时光模糊落记 请者孙良 苏风景嘎 苏里木雪 你先你上 对付小白 这期标题呢 来自于段子手 平日记的一条段子 谢谢你们 断电了 这首歌差点找不到 这首歌 伴随这首歌吧 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 周末愉快 下期节目 乱子来了 我们不见不散 一二三晚安 好不好 就是晚了 反而有点兴奋 睡不着了 这估计是 很多朋友说的 是在我越听 节目越睡不着了 的原因吧 好啦 睡吧 晚安啦 听着这声音睡着了吗 跟你说拜拜了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 有一天他会开着私人飞机来娶我的 哦